我 高江洪送李徐收利 骗走了LDP 他们不是很好的朋友吗 什么感情 最终都是靠不住的吧 秀珠哥 你帮我一个忙呗 说吧 虽然咱们说好这次回来 不管怎么样都不改变计划 你就直接说但是吧 但是 你可能要一个人开车回林药了 然后呢 然后你可能要一个人 和我爸妈吃饭了 好 那我就跟叔叔阿姨 吃饭的时候呢 跟他们讲一讲 咱们这两天的经历 跟他们讲一讲 你跟李徐是如何不期而遇的 然后再讲一讲 LDP公司的事情 最后我再跟他们讲一讲 你们这个失而复得的钥匙 你就帮我争取一下时间 我处理完事情就回来 你还处理什么呀 你还要去见他 我和李徐已经结束了 他把钥匙留下 就是他想告诉我的一切 他想把这段感情 留在该要忘记的地方 那你们之间还剩什么 这家公司是我们曾经的梦想 我不能放这LDP不管 我得再见里寻一面 说得好听一点啊 你这个叫自欺欺人 说俗一点呢 你这个叫自己作死 人呀 要往火坑里跳 总会想一些光免堂皇的理由 你还不如之前骂我 要骂也是骂我自己好不好 我说过 我的预言很准的 那你答应了 没有 你想想 你让我自己去跟叔叔阿姨 去吃饭 这不是鸿门宴吗 那我妈要是知道了 明天早上肯定站在房门口了 那 你就考虑一下嘛 明天一早上 阿姨这电话一会儿就追杀过来 那怎么办 怎么办 那我就跟阿姨说 我说阿姨 有一个朋友来找我了 从国外回来的 我呢 就带你跟我一块儿去见他 跟他要耽搁两天 厉害啊 这叫逼良为娼 那厉害 那你打电话 你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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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吗你 这是互联网大会 又不是歌迷会 干嘛呀 你声音小一点 你又不是不知道 现在的粉丝有多疯吗 那混蛋真的会来啊 互联网大会是最重要的行业活动 有名有姓的公司都会来 而且要批示主办方 高建宏和方志静一定会来 只要他们两来 李逊一定不会走过 来 进去吧 来 进吧 李逊 你的计划 是什么 这是你拿着的东西收走 李逊 李逊 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怪风至今 今天这事 他没完 现在L.P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我能给你的 也能拿回来 你利用李逊对你的信任 霸占了L.P 我们L.P 永远有你的一份 永远的三人 我就是要往他身上插刀 我就是要往他身上插刀 高建宏 你听好了 背叛的人 总得付出点代价 李逊 三年前你就是这样 我一直后悔 没有拦住你 这两个字幕的意思是什么 这两个字幕的意思是什么 这什么对公司紧名的 幸运和能力 难道不是Lighton的Princess 打火机与公主群啊 真挺羡慕你跟你说的 能为了一个名字死祸到底 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里 蕴含了多少热情和理想 从今天起 把L.P拿回来 与时跟我们都不一样 有着明确的目标 杀 他太有憧憬 很难不被感染 但往往天才 他有一半的魔鬼的化身 L.P是国内游戏顶尖 你们是斗不过老高的 你不能抵倒 我不允许 单枪匹马的 爬不了山 我在哪儿 那里就是山 喂 郭总监 我到楼下了 没有耽误面试吧 好 我马上上来 我说你到底没想到 在哪儿 什么 啊 唱 我跟你说 终于太冷了 心里开始 我一直在的 帮到你 不是 你怎么走 出去 没有 等我走 你怎么走 没走 我走 你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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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我远点 你不用这么抵触我 如果我们有同样的目标 在一家公司也不是坏事 听不懂是吧 我这坑蒙拐骗也好 饿死街头也罢 都跟你没有关系 你就带着你那个小白脸 和了不起的简历 有多远躲多远 明白吗 实话告诉你 早在大学时期到现在 我就一直期待 和李勋来一场 你死我活的较量 这场较量的结果 一定会非常地惨烈 就算李勋再做错了什么 至少他对你一直是真心相待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不给任何人机会 永远无条件地站在李勋那边 相比大学四年到现在 他带给我的痛苦和折磨 这一刀还远远不够 你赢不了他的 你赢不了他的 三年前 我就已经在等着一刻了 我要的不是钱 也不是一家公司 我要的是尊业 我失去的 她都得换回来 梅萱 我认为今天的事情 我要一个道歉不过分吧 你让我走可以 那你考虑清楚 我今天走了以后 我还会不会回来 那也是你的选择 好